一般民众买房子的时候 都会很仔细地确认房子的结构及安全 但却很少人会注意房屋装潢的时候 用的是哪一种瓷砖 大部分人挑选瓷砖的时候 都只会看花色及价钱 不过瓷砖在天气变化温差太大时 却会热胀冷缩 有些瓷砖会发生隆起爆裂的情况 原因除了施工品质 瓷砖本身的品质也很重要 像是大楼的外墙经常日晒雨淋 有时会造成瓷砖掉落非常危险 近几年台湾的瓷砖产业 因为受到东南亚进口瓷砖低价倾销的影响 许多业者相继关门 台湾的国产瓷砖业者在全盛时期有120家 但到现在却只剩下22家的工厂在进行生产 大量瓷砖进口也使市场上的瓷砖品质混乱难以掌控 究竟消费者要如何辨别选购 而国产业者和进口商进行了一场反倾销的角力大战 结果又是如何 来看记者张晓莹 钟明文的报道 它要经过高温烧成 像我们是烧1230度的高温 那反倾销的目的就是你挣国家的产业受到外国的侵蚀 这个产业到现在这几年又受到倾销的影响 已经剩下22家 我们一直在推广债益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在一个公平的竞争条线下 我们来去市场上竞争 合一的要所谓的分类 合一的所谓recycle 这是产业的美的一个地方 将石英 长石和黏土等矿物 依不同配方比例混合 先制成凝浆 再经由喷雾干燥变成粉末 这里是国产瓷砖工厂 他们从原料开始自己调配 最主要就是说我的用料 我先透过我的成分分析仪 了解了这个每一个矿石里面 我们的土料里面原矿 它到底含了哪一些甲田蒙铝相关的这些的成分 然后我找出我最佳的所谓组合比例 然后做出来的成品 它才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要设定的品质标准 将原料土以高压层型机压制成瓷砖的形状 此时高压层型机的顿速是决定瓷砖密度及硬度的关键 紧接着再经过湿釉及硬刷 之后再利用摇炉的高温进行烧结 原矿物它要经过高温烧结之后 把我的这些盐矿融融 形成了我现在看到的瓷砖 像我们是烧1230度的高温 夜高温的时候它所融融所形成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的孔隙到最后面都几乎会没有孔隙 它完全的融融结合在一起 早期的瓷砖 它并没有烧那么高温 那时候它是一个所谓的桃子的装饰材 它的孔隙度就非常的多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吸水力 它的强度也比较差 所以跟早期的生产技术所生产的产品 事实上它是不断的在创新 不断的在改变 瓷砖的品质取决于原料的配比 以及摇烧的温度 国产瓷砖生产技术不断进步 从业者的设备投入 到政府MIT标章产品的验证 产业不断提升 但由于近几年本土瓷砖 一直受到一些东南亚国家 低价轻销的影响 导致国产品逐渐失去市场 以造成产业很大损害 全盛时期 民国七十六七年吧 最多应该是一百二十五家左右 那时候我们曾经是 全世界第五大的产品 在民国九十五年左右 当时这个大陆 是走私到东南亚去换产地 到台湾 当然也对我们国内的业者 第一波造成重大的冲击 从一百零五年起 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冲击 我们这次告印度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他们的请销 所以变成这个产业 到现在这几年又受到请销的影响 已经剩下二十二家 东南亚进口瓷砖 已低于其在国内市场的售价 大量清销来台 为维护产业权益 陶瓷工会在去年一月 向财政部官务署提出申请 要求对自印度、越南、马来西亚 及印尼产食进口的陶瓷面砖 恪征反清销税 在经过财政部展开调查 于今年七月认定有清销事实 九月经济部贸易调查委员会 也召开会议 认定东南亚四国陶瓷面砖清销 对台湾产业已造成实质损害 陶瓷产业包括瓷砖 是民生产业 自己国产没有 受制于人 他要怎么卖泥你没办法 而且这个东西 我说避民生产业 就是你非买不可 你非用不可 那反清销的目的 就是你国家的产业受到外国的侵蚀 你政府就应该利用 WTO的这种反清销的机制 就要苛称它的反清销税 来建立一个国内公平竞争的机制 根据贸调会调查 东南亚四国瓷砖 从106年到108年 持续以12%、6.1%、3.4%的幅度降价 而进口量也因此 以超过8%的成长率增加 目前瓷砖进口关税是10% 经过审议 财政部官务署最后决定 自今年10月4日实施 为期五年 对这四国厂商课征 0%到最高20.07%的反清销税 以现在当然最平宜的就是印度 它的价格跟国产的 大概有30%到50%的价差 所以很多不重视品牌的这些建设公司 当然他觉得成本低 他就用了 以我们算是小包商来说的话 当我们要跟业主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先了解一下业主他的需求 还有他的价位到哪边 他的想法到哪里 然后当我们要拿 拿砖给业主挑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解释 就是说我今天 今天国产砖 他的优缺点在哪里 然后进口砖的优缺点在哪里 我们都会一一的跟他解说 然后再请业主 他自己去抉择 先用水泥沙浆铺底抹平 然后在瓷砖背面抹上一层粘浆 再将瓷砖一块一块对好角度贴上地面 瓷砖要贴得紧实 除了靠师傅的技术 瓷砖的品质很重要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业主来讲的话 他们很要求平整度 再来就是我们的线条 要很漂亮 你进口砖来讲的话 他的面的话 差不多五年过后 就会开始变得比较雾 会脱落 他颜色会比较浅 对 有时候甚至于他的毛细痕过大的话 他变成说会是卡灰尘 比较呈现比较黑雾的状况 先要加水 让整个平面有润滑度 指申会指到旁边的一个标准 旁边的标准他有刻度 刻度他可以验证说 他的指滑效果是多大的 从防滑性抗折强度 耐抹性到吸水率测试 一般国产磁砖都会依CNS 国家标准符合规范 一般国家标准 它大约有三个方向 那第一个方向是在于外观 那第二个方向的话 就在于所谓的特性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尺度 那个强度 那也是在CNS3299里面的 一个抗弯强度 一般国家标准在两千二左右 牛顿的一个标准值 另外主要是申请MIT认证 还必须通过厂验 以及产品安全及品质各项检测 而对于进口磁砖 目前除了外墙壁砖 其他的并无检验 我们是觉得磁砖是一个很重要的表面建材 台湾的气候跟习惯 表面的地板 大概80%都是用磁砖 所以我们一直也呼吁政府 应该最好的是 比照这些东南亚国家 他们如果要进口到台湾 应该到我们中华民国来申请 认证它的品质是合格的 才准利它进口 位于桃园中立 这家工厂专门从事外墙磁砖生产 现在台湾磁砖工厂已不像过去 会造成很多粉尘空气污染的问题 为符合环保标准 工厂必须投入很多成本 设置各种专业的空气污染防制设备 譬如像在烧制过程 利用湿式洗滴塔 吸收洗滴过滤废气 并且透过废水处理 以及废料回收等设备 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负荷 水也清洗滴 我们大概不够用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原料土这一块 全部都清洗滴 因为它是我讲的细酸原类的东西 它是无稽的东西 它严格讲不会再生出来 不像植物它会再生出来 你用了一块就没了一块了 所以你就要开挖 但是不能这样的做法 你合一的要所谓的分类 合一的所谓清洗滴 这是产业的美的一个地方 而为了让生产环境比较舒适 工厂还特地将冷气连接风管 到员工作业的上方 台湾的生产成本比东南亚国家高 面对低价产品的冲击 国产磁砖也努力积极研发 寻求产品的附加价值 安全部分是我们强调的 再来毕竟我们做外强 我们在其他的领域上面 当然我们跟其他研究单位 或是个人的研发方面会已经合作 慢慢有些产品是偏属于功能型的 比方说因为以外强为主 台湾是偏热的地方 不要照热的地方 如果这个功能性产品能够 让热的阻觉会更优的话 那对我们居住在环境也会更好 从生产到装配都以机器代替 朝自动化生产作业方式 这家位于桃园观音的瓷砖工厂 目前已是第二代接班经营 公司每年都会组对到意大利参产考察 致力于开发产品独特性 以作市场区隔 市场上面的竞争 外来的竞争 其实我们是想办法在国内的市场里面 去发掘出需求 在十年前 你不曾会看到木纹砖的产品 那台湾人的喜好 很喜欢在家有木头的感觉 我们在瓷砖的表面上面 去打造出像石木一样的仿真度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的创新 是创新在说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 我们怎么去开发把它发掘 发掘出来之后 我们再去想办法 提升我们的制程技术 提升我们的模具的技术 去把它开创出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需求 它是希望能够搭配 现代比较流行的简约风 工业风 我们有一些白橡木设 有一些灰白色系 灰色系的木纹 它是比较属于科技木纹 那铺贴在室内的时候 它也可以很有效地融入到 现在主流的装潢风格 利用不同美感呈现 借此搭配室内设计师的需求 但尽管如此 国产磁砖价格与东南亚产品 相差30%到40% 对建商成本影响很大 而消费者又无从选择 黄腾伟认为 现今不公平的贸易障碍 对台湾产业非常不利 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 在意的其实就是 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竞争条件下 我们来去市场上竞争 我们在国内生产的磁砖 第一 我要符合环保法规 第二 我们要必须经过 国家标准的定期的检验 厂业 种种 反过来我们要去消去 他们国家的时候 对方会要求我们 要去申请他们国家的标准 申请国家标准的时候 还要经过他们当地官员 来台湾厂业 反过来台湾没有这样子要求 台湾是磁砖先进来 只要报了税 报了关税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卖 所以他不需要经过 我们国家标准的检验 没有定期检验的话 就不会有品质的把关 台湾磁砖产业 从过去曾经是 全球第五大磁砖生产国 到现在仅剩22家工厂 面对产业困境 国产磁砖积极研发 贴合市场需求 也努力朝安全设计 以及环保 一步步累积 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提高国产竞争力 国产磁砖业者 打赢这场反倾销战后 如何强化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才是产业永续的关键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丁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